新北捷运公司轻轨红树林站是获得了111年 第23届金鹿奖战场环境维修类的捷运第一等车站第一名 而在疫情预情趋缓之后 在淡水不仅是通勤越来越接近两年前的水准 而在观光更是稳定的成长 而对此新北捷运就表示了淡海轻轨的运量已经稳定的在回升 111年的均运量不仅是超过了去年5到12月疫情爆发期间 日均运量的30% 而相较110年1到4月疫情爆发之前的日均运量 已经回复到75% 而且持续的在成长当中 新北捷运公司轻轨红树林站获得今年第23届金鹿奖 而在疫情趋缓之后 淡水不仅是通勤越来越接近两年前的水准 在观光更是稳定成长 对此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淡海轻轨运量已经稳定的回升 111年 均运量不仅是超过去年5到12月疫情爆发期间的 均运量30% 相较于110年 1到4月的疫情爆发前 日均运量更已经回复到了75% 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 那另外因为在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现在疫情趋缓以后 现在慢慢的运量又往上提升 已经达到原来疫情前的大概八成以上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持续拓展我们的一些附属事业 包含我们的一些广告啦 机场空间的一些利用啊 那当然也结合在地的一些商家 在附属事业经营方面 包括了暂体及高价敦注广告 维修机场空间利用等多元副业 从109年到现在 每年的副业收入 以每客收可创造副业收入比例而言 每年都有50%以上 居轨到同业冠军 并且结合在地商家以及企业品牌 提供乘客附加的搭乘体验及商业价值 我们结合了一些产品 那让我们这两年来的整个附属事业的收入 占比都高达50%以上 那这样子的一个占比 其实在国内的业界来讲 或是国内的同业来讲 是属于冠军的 在车辆安全的稳定部分 运用自主研发的列车定位系统 以及超过15项以上的电链车优化专案 使得系统可靠度成长超过3倍 为旅客提供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体验机服务 而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对于新北捷运公司而言 除了淡海轻轨的用心服务与给予加许 更代表将以更优质的营运服务提供给旅客 为所有的乘客提供更好的轨道搭乘体验 记者许多一淡水采访报导